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近日,四届全明星Camball Walker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正式宣布退役 对于这个名字,相信大部分的球迷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是因为他是很多球迷青春的一部分 说陌生,则是因为他似乎远离NBA很久了 很多人对他的最深记忆 或许是他面对热火时做出的和Nick Young同款的乌龙庆渡 或许是职业生涯面对LeBron一胜三十负的总交手战绩 亦或是和Wall相似的长相和境遇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仿佛总是被失败和质疑所缠绕 四年前,Walker甚至还是东区全明星的首发 到33岁时却已经无球可打了 这样光速陨落的剧情我们似曾相识 32岁的Ifferson虽然是全明星 之后便开始淡出联盟 这个年纪仿佛已经成为了小个子后卫的一道坎儿 难以逾越 但就是这个总被人遗忘的球员 却承载了一代黄蜂球迷的青春 他用八年的时光带领一支七胜的烂队 一步步成为东区季后赛席位的竞争者 留下的是黄蜂队史第一的得分和三分进球术 以及很多人都认可的队史第一人称号 那么Walker到底有着怎样的职业生涯呢 这个全明星后卫又为何早早地被联盟所淘汰了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Walker的篮球人生 Walker于1980年5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布朗克斯 接球环境的影响不仅让他很快地接触到篮球 同时也成长为了一名典型的美式后卫 高中时期 Walker就读于家乡的莱斯高中 并很快成为校队核心 高三时 Walker曾在麦迪逊花园球场迎来和高四天才空位Rose的正面对决 以55比51的比分笑到了最后 大四时 他更是入选了九副盛名的麦当劳全美最佳阵容 2008年 Walker以五星高中生的身份加入康乃迪克大学 在康乃迪克的前两年 尽管球队战绩一般 但Walker完成了从替补到首发的转变 并逐渐成为球队的头号得分手 随后的大三赛季 更是他真正名声雀起的一个赛季 26.7的场军得分 让他成为了大学联赛的得分王 一度成为体育画报杂志的封面人物 那一年的大东联盟锦标赛 Walker在八强战命中压哨绝杀 带队挺进四强 又带队在最终的决赛中 战胜了强大的路易斯维尔红雀 顺利捧杯 值得一提的是 他五天内连打了五场淘汰赛 Walker合计砍下了130分 一局打破了过去15个赛季 任何联盟锦标赛的得分记录 他也因此获得了锦标赛的NVP 随后的三月风 Walker延续着现象棋的发挥 带队一路过关斩将 并在2011年的NCAA决赛中 砍下16分 解锁单赛季双冠王的成就 并再次获得了MOP 在庆祝全国冠军的动员会上 Walker被球队授予 康乃迪克荣誉球员 他也成为了队史第一位 获此殊荣的南篮运动员 赛季末 他还获得了Bob Cozy奖 及全年表现最好的控球后卫 大三结束后 作为风靡全美的大学明星 Walker趁热打铁 参加了2011年的NBA选秀 最终 夏洛特山猫在第九升位 将Walker摘下 这一选择的背后是Jordan的支持 但考虑到Jordan作为老板 多年来糟糕的选秀眼光 人们对这个年轻人的前景 并不太看好 另一方面 Jordan对这样的小个子 攻击型后卫好像情有独钟 前友Felton和DJ Augustine 现在又轮到了Walker 来到NBA的第一个赛季 Walker就深刻地体会到了 另一种篮球方式 由于上赛季主力空位 Akustine的受伤 在这个缩水赛季 Walker初来乍到 就成为了山猫的首发一号位 但相较于大学联赛 NBA的强度 让Walker一时难以适应 他的打法问题也开始暴露 受限于185公分的身高 Walker在进攻端 极易受到干扰 他最主要的两个进攻方式 大学时期大杀四方的 持球跳投和突破上篮 效率非常的低下 组织能力本就一般的他 在遭遇包夹时 出球更加艰难 于是 新秀赛季的Walker 交出了一份不合格的打卷 场均12.2分 3.5篮板 4.4助攻 投篮命中率36.6% 三分命中率30.5% 留给人们最多的印象 是无脑的投篮 和糟糕的处理球 看到这 大家是不是不约而同的联想到了 本赛季的炭花秀Handerson 只不过 比Handerson更惨的是 Walker所在的山猫 只取得了7胜59负的战绩 胜率为10.6% 对史对差 对Walker来说 大学时期的风光无限 早就让他习惯了赢家的身份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让他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这太难了 不只是输球 比赛还没开始 我们就输了 很快就能落后到20分 但事实上 这是不少高顺位新秀 都必须经历的 而且对于这样的状况 黄蜂球迷早就见怪不怪了 糟糕的战绩 加上烂泥扶不上墙的新秀 这样年复一年的剧情 再熟悉不过了 在这支球队身上 他们很难看到未来的希望 赛季结束后 Jordan找到Walker问道 孩子 你能不能像在 康乃迪克那样打球 Walker回答道 好 我努力试试 从那个夏天开始 Walker成为了烂队改造计划中 第一个改变的人 他开始研究 Parker的抛头和Paul的挡拆 因为只有拥有的技能包更多 才不容易受到针对 12-13赛季 尽管球队21胜61负的战绩 依旧远离季后赛 但Walker在球场表现上 取得了场足的进步 场均数据提升至16.7分 5.8助攻 在2012年11月14日 对阵灰狼的比赛中 Walker命中了 职业生涯的第一颗绝杀球 13-14赛季 L Jefferson的加盟 让球队拥有了 靠谱的内线得分点 有了更多的牵制力 Walker的发挥更加自如 内外开花的二人组 让山猫在当赛季完成大翻身 以43胜的战绩 杀尽了季后赛 不走运的是 Walker的首次季后赛之旅 就碰上了三巨头领前的热火 双方硬实力的差距肉眼可见 内线核心Jefferson 受困于足底筋膜炎伤势 尽管Walker系列赛第四场 拼尽全力 砍下29分5篮板5助攻 两抄截3封盖 但还是没能改变 山猫被横扫出局的现实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LeBron作为Walker的苦主形象 第一次出现 14-15赛季 夏洛特山猫正式更名为黄蜂 赛季首场比赛 面对成长期字母哥率领的公路 球队在一度落后24分的情况下 Walker先是在常规时间 最后一刻命中扳平3分 接着又在延长赛中命中制胜中投 艺人导演大逆转 这样的表现甚至点燃了场边的Jordan 比赛次日 黄蜂便用4年4800万的合同 和Walker达成提前续约 在2015年1月3日至7日的三场比赛中 Walker成为队市第四位连续三场得分30家的球员 但正所谓乐极生悲 状态火热的Walker随后在1月28日 遭遇左膝外侧半月板撕裂 不得不接受手术 虽然赛季末火线回归 但状态明显回落 黄蜂最终无缘季后赛 虽然Walker足够努力 但在黄蜂的前四个赛季 他有三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低于四成 投篮教练指出了他存在的问题 你在投篮时总是习惯把球摆在脸的正中位置 这样容易挡住视线 所以你投丢的球一般都是偏左或者偏右 之后 在投篮教练的建议下 Walker将原先的出手点向右调整了两英寸 为了适应新的投篮方式 他花了足足一个休赛期来练习 事实就是 随后的15-16赛季 Walker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 分别提升了4.2%和6.7% 效果明显 这个赛季也成为他在NBA中第一个突破的赛季 场均得分首次来到20加 在Walker个人实力的带动下 黄蜂以48胜的战绩又一次打进季后赛 对手依旧是热火 只不过LeBron离队 Bosch因伤报销 昔日的三巨头只剩下Vid一人 黄蜂看到了复仇的机会 他们也一度取得3比2的领先 第六战 Walker还砍下生涯季后赛最高的37分 但姜还是老的辣 Vid用一记高难度的翻身跳投将比赛拖入抢期 最终的决战 黄蜂惨败出局 之后的三个赛季 黄蜂都徘徊在季后赛大门之外 但Walker一步一个脚印 数据稳步提升 连续三年入选东区全明星 其中18至19赛季 他达到了个人数据的巅峰 场均25.6分 4.4篮板 5.9助攻 首次入选年度三振 2018年11月17日 黄蜂敖战延长赛输给76人的比赛中 Walker天神下凡 34投21中 砍下职业生涯最高的60分 同时创造了新的对视记录 这时的他已经从曾经那个手足无措的菜鸟后卫 迈进了顶尖空位的行列之中 球场上的Walker不仅能得分 他无解的变相过人更是成为招牌 早在选秀时 不少球探将Walker的选秀模板比作Efferson 两人确实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其中也包括变相 身高既是他们的劣势也是优势 所以Walker的运球重心非常低 尤其是在挡拆面对夹击时 他总能够从人缝中钻过去 同时Walker的身体素质算不上劲爆 和大多数速度型后卫第一步的绝对速度不同 Walker的快体现在节奏上的急停急起 很容易让对位人失去防守中心 再搭配上大幅度的单手体前变相 使得他的突破更加致命 但这样的特点也比较废膝盖 这一定程度上为后期Walker严重的牺伤 埋下了伏笔 2019年的休赛期 黄蜂竞争力的缺失让渴望胜利的Walker 萌生趣意 恰好此时绿军正因Ervin的出走 闹得沸沸扬扬 双方一拍即合 签下4年1.41亿的大合同 在他成为绿军的议员后 球迷们常用Walker大于Ervin的口号来宣泄对Ervin的不满 但Walker的绿军生涯 显然没有达到球迷的心理预期 塞尔提克初期 Walker的确是球队的主要力量 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 他会比双碳花更加老道 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球队攻坚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1月20日 Walker得到20分 帮助塞尔提克大胜LeBron领先的胡人 这场比赛也成为Walker职业生涯 面对LeBron的唯一一场胜利 但从赛季中期开始 Walker开始因为膝盖伤势的困扰而打打停停 塞尔提克一路跌跌撞撞打到东区决赛 最终被Boller领先的热火击败了 在人们看来 这只是年轻的绿山军又一次冲出东区失败 但对Walker来说 这样的成绩已经是他生涯的最高点了 20-21赛季 Walker惜伤加重 他不得不因此缺席了大量的例行赛 在主力阵容长期不稳定的情况下 塞尔提克在季后赛惨败篮网 止步首轮 2021年的休赛期 考虑到Walker的伤病 最终塞尔提克选择将其交易至雷霆 换回Hofford Walker随后被裁 这一笔交易几乎宣告了他NBA生涯的终结 其实从一开始 对于绿山军签约Walker的初衷 我们就可以解读为 一个随时可以带领球队 并在双碳花成长之后 迅速让位的老将领袖 他做得不错 但以这样的方式结尾 确实令人唏嘘 之后的两个赛季 他辗转尼克和独行侠 但严重的膝盖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失去速度的Walker 也失去了立足联盟的根本 随后Walker尝试了欧洲联赛 但再次以失败告终 心灰意冷的他 最终选择正式告别职业篮球 对于Walker这名球员的评价 存在不少的对立面 一种声音认为他被低估了 即使是Walker最高光的时刻 他身边也没有足够出色的球星队友 没有强大的团队支撑 所以不难想象 他每场比赛的防守待遇 再者如果没有吸伤 他可能依旧是全明星的常客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 他被高估了 一个185公分的小后卫防守不够看 甚至还没有合格的组织串联能力 狂风时期的成功 更像是第六人的实力 消耗着当家球星的球权 12年职业生涯 只有四次打进季后赛 其中三次只不首轮 他看起来就像是胜利的绝缘体 但我们应该看到故事的本质 Walker拿到的NBA剧本上 写着最烂的开局 他选择默默承受这一切 提升自己的同时 开始带领球队赢球 这不是什么个人主义 他只是在做自己的英雄 像Walker这样的球员 也许不是强队核心的量 但也绝对不会是软板 黄蜂承接了上世纪 夏洛特黄蜂的队史 但结合个人能力 带队战绩 服役年线和队球队的忠诚度 早年的Morning Larry Johnson和世纪初的 Jarrett Wallace 都要被Walker压一头 因此说Walker是队史第一人 似乎也合情合理 黄蜂官方就在Walker 宣布退役的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永远的夏洛特传奇 威少同样惺惺相惜表示 兄弟 你是一个传奇 毕竟像他们这种 陪球队从最黑暗的深渊 一步步走出 在个人巅峰期 始终对母队不离不弃的球星 已经越来越难得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Walker退役后 那只创下史上最低 单赛季例行赛胜率的山猫 也只剩下了一个人 还在联盟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